休旅车沿途跨越双黄线行驶到对象车道 差点撞上机车 14号晚间一辆休旅车行驶在新北市土城 多次的跨越双黄线 还大喇喇开到了对象车道 差点撞到两辆机车 后方驾驶好新闪灯按喇叭提醒 结果引来了休旅车驾驶的不满 双方随后在大马路上爆发口角冲突 一辆休旅车好几度跨越双黄线行驶到对象车道 险些撞到一部机车 后方驾驶经见证目沿途闪灯示意提醒 闪过一辆机车 驾驶下描大胆开到对象车道 这时对象又来了一部机车 差那么一点就要撞上 吓得后方驾驶马上按喇叭提醒 休旅车驾驶不满沿途被闪灯按喇叭 马上下车理论双方爆发口角 以为对象车道没车就可以肆意妄为 还以为这样的行为一点都不危险 驾驶似乎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双方越吵越凶 恐恐声声要警察来主持公道 事发14号晚上9点多 这惊醒萤幕出现在土城综艺路 往南天母路方向 休旅车驾驶这样的行为 已经处罚要吃上罚单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划条例 危险驾驶开罚 可处新台币6000元至24000元罚款 领补开车行为被拍的1200处 还好没有酿成意外 否则后果可能不是几张罚单 就能了事 记得中文报导